为善最乐 70名分派圣诞礼物的圣诞老人 不成雪橇 而是驾着吉普车 骑着摩托车 载着圣诞礼物 把礼物分派给低收入家庭的孩童 一切准备就绪 参与者纷纷把要分派的圣诞礼物 绑在哈雷戴维森摩托车上 或是放进吉普车里 司仪一声令下 车队浩浩荡荡出发 这些吉普车主和哈雷戴维森骑士从乌节路启程 要为数百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有特别需要 或是病重的孩童带来佳音 让他们提早收到圣诞节的礼物 这个由华联企业有限公司新加坡文华大酒店 和其他伙伴举办的慈善活动已经步入第五年 每年都为教福姓儿童带去圣诞的欢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